各位学生大家好 从现在开始我们学习筑块教材的第九章复战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仍然首先给大家进行个考证分析 这一章呢 相对来讲 它涵盖的内容不是很多 包括流动复战和非流动复战 它既可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 也可以作为基础知识在主观题当中进行考核 但相对来讲 这一章因为难度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它分值应该不会太高 一般预计是在三分左右 这是这一章的考证分析 那么对于这一章的教材主要变化 我相信第一个变化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一章的内容是从2017年第十章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这章分离出来的 而独立成章 但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把金融负债这块很复杂的账务处理 并到了2018年第十四章金融工具当中 所以那一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第三个 我们筑块教材在负债这块内容 始终没介绍长期借款 我们今年教材增加了长期借款的内容 但难度也不是很大 整体来说这一章难度平平 内容涵盖也不是很多 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基本结构 框架 一共就两节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对流动负债而言 比如说像短期借款 应付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包括后边的应付鼓励 其他应付款 涵盖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我们第一节涵盖内容比较多的就是应交税费 尤其应交税费当中的应交增值税 我还是希望大家稍微多看看 最起码基本的原理你要掌握住 而对于第二节非流动负债里边 有一个内容就是公司什么债券 这块内容账务处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盛险还介绍了长期借款跟长期应付款的内容 因为长期应付款其中有一部分内容 就涉及到融资租入的租赁费 而这块内容在后边租赁单独讲 所以长期应付款的内容也不是很多 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那一块内容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章节讲过了 所以说这块内容我不会特意给大家多重点去讲 这是这一章的考情分析和我们基本结构框架 看完这些内容 下边我们就正式开始看第一节流动负债 所谓的流动负债第一个项目叫短期借款 这个短期借款你跟谁借的 跟银行还跟谁借的 跟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下 还一年吗 小于等于一年的借款叫短期借款 那要大于一年呢 叫长期借款 这别错了 那么短期借款我也应该记提什么 利息 记提利息时就应该是借财务费用 这是普通的企业 如果我是金融企业呢 我可能要借一个特殊的科目叫利息支出 当然了 您记提的同时直接给的时候给我带银行送款 但是这种情况不多 我们更多的时候带的是什么 应付什么利息 然后到了最后一期的时候 我有可能比如说短期借款是六个月 我记提了前五个月的利息 比如说是一个月一百 那我要支付利息是多少 支付利息是六百 但我记提了应付利息是多少 五百 没有记提的一百 我直接给他记住财务费用 或者是什么利息支出 当然我还要偿还什么 本金 这是第一个短期借款 那么第二个应付票据 如果我从您那买了东西 我给您签发了一张票据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我给您打了一张短期的借条 这个借条就叫应付票据 而我给您打的这个借条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什么汇票 这个商业汇票有代息的和不代息的 所谓的代息的商业汇票 那就是我给您打的借条一百万 但是可能几个月之后 我要还钱一百零三万 那三万就是利息 那么对上位支付的应付票据 寄提利息的时候 我们记住财务费用 借财务费用 那么如果将来票据到期支付票款时 没来得及寄提的利息部分 也是寄住什么财务费用 跟我们前面短期借款的财务处理是一样的 那对于另外一种票据 叫不代息应付票据 就是我给您打了一张一百万的线条 无论多少个月之后我给您钱 我都是给您的是什么 面值 换句话说 面值就是应付的什么金额 我在这稍微给大家延伸一下 如果票据到期时 假如说你支付给别的了 那好 你做的是借应付票据 大银行存款 但如果你付不起钱 怎么办 这个票据不留两种 一种叫商业承队汇票 一种叫什么银行承队汇票 所谓的商业承队汇票 您付不起钱 就是付不起了 但是票据已经到期了 不能叫应付票据了 把应付票据给他减少 负债的减少机械方 给他改名叫应付什么账款 但是如果您签发的是银行存对汇票 如果到期了 您自己付不起钱 那对不起 银行替您把这钱付了 将来您不签对方的钱 您改签银行的钱 第一应付票据减少了 第二你签银行的钱 我们应该称之为是短期什么借款 这是在票据到期时 不能如期支付的一个账目处理 这是第二个标题 那么第三个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大家一定要听明白 是因为您购买了商品 购买了劳务而没有给的钱 叫应付账款 别的不行 比如说你该付而未付的租金 不能叫应付账款 应该叫啥 其他应付款 所以应付账款按应付金额如账 而不占到期应付金额的限制如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买东西时形成的应付账款 是带有现金折扣的 您不是欠人家钱吗 人家想早点把这钱要回去 人家就会给您优惠 其实这就是诱饵 明确的跟你说 如果你几天之后还我钱 我可能少要你一块钱 再几天之后 我可能少要五毛 再过几天 我可能全额要 但是他给优惠 他放的诱饵没关系 您的应付账款 一定是以记载的总值来记账 换句话说 现金折扣影响不影响 你的应付账款 不影响 将来你获得的现金折扣充减 财务费用 啥意思呢 比如说我欠您一百万 那我是不是还的时候 就要把这一百万的应付账款 我全都得给还了 没问题吧 那么但是我实际您诱惑我 您让我享受了一万的现金折扣 那将来还的时候 我肯定是带银行存款 我就不是还一百 而是还九十九 少还了多少 少还了一万 少还这一万 记住哪呀 财务费用 能告诉财务费用是什么类吗 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在贷方表示减少 这是我们所说的应付账款 那么第四个 预收账款 你卖给人东西了吗 没有 提前收人钱了吗 收了 这就叫预收账款 提前收 说明你拿了你不应该拿的钱 是负债累科目 在这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收到钱的时候 因为东西还没给人家 所以借银行存款 带预收账款 负债累 第二句话 预收账款不多的企业 可以不设置预收账款 而直接的应收账款的贷方核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做分路时就做的是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账款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四 那下本我们看标题五 应交税费 他既核酸税 也核酸费 他核酸的税主要有增值税 消费税 所得税 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包括四小税当中的三税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团税 四小税 还有一个是什么税来着 印花税 但你要牢牢的记住 印花税是不通过应交税费核算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税 还有哪个税 就是企业代口代脚的个人所得税 也通过应交税费核算 除了我们所说的税 还有一个是什么费 比如说教育费附加 矿产资源补偿费 这两个费也是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 那下边我们先看第一个增值税 这个增值税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科目设置 我相信大家在学这张值钱 你就都应该知道什么 我们增值税的纳税人 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我先明确的告诉你 他有十个什么明细科目 我们先认识一下这十个明细科目 用的最多的是应交增值税 这个明细科目我们用的是最多的 然后再往下还有什么 未交增值税 应交跟未交可不是一回事 将来你要记住未交增值税里边的数 是你实实在在应该拿出去的神经白银 有预交增值税 这是我们应改增值后 差额征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明细科目 当然还有一个代底扣进向税额 我相信大家在前边学固定资产 是我曾经提过 如果你买的是动产 那你进向税额可以一次性全额抵扣 如果你买的是不动产 记住了进向税额是分两次抵扣的 当月抵扣进向税额的60% 第13个月抵扣进向税额的40% 就在当月你只能把60%叫进向税额 就在当月你只能把40%叫代底扣进向税额 这一点大家要听清楚 那么下边还有一个叫代认证进向税额 我们都知道 你的增值税如果要抵扣 一定要经过认证环节 如果您确实取得了扣税凭证 但您还没有来得及认证 你只能叫代认证进向税额 只有认证完了 才能改名叫什么进向税额 那么剩下有个代转销向税额 这个代转销向税额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会计上已经确认收入了 但税法有快税的差异 税法尚未发生纳税义务 那您就在增加收入的时 给我增加叫代转销向税额 将来真的税法承认的发生纳税义务 把代转销向税额给我充减掉 给我转到哪去销向税额 所以比如说质保金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剩下还有我们所说的增值税流底税额 这也是应该增造成的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然后有一个减一击税 比如说一般纳税销售 我们没有抵扣过进向税额的固定资产 可能就要用到减一击税 还有就是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这是专门为转让金融商品而设置的 当然还有一个代扣代交的增值税 这个用的相对来讲很少 这是十个明细科目 我想稍微再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十个明细科目里边的第一个 大家看后边他还写了一些口号 这些口号叫什么 叫专栏 你数一下 这个专栏一共有几个 有十个 所以应交增值税 后边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有十个专栏 有一些专栏是大家很熟悉的 比如说像进向税额 大家很熟悉 或者像后边所说的消向税额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但有一些大家相对来讲用的比较少 比如说消向税额低减 实际这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差额征税的情况运输也 那么我这种转运的情况 我可能全额确认收入了 我可能全额确认消向税额了 但是实际这个运输不是我一个人全部完成 我找了别人运输 当我把钱给别人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我真正确认的消向税额不是全额而是差额 那我就把原来全额确认的消向税额给它低减掉一部分 这是一个 另外10个专栏里边有个以交税金 这个我后边会特意给大家说 它适应于当月缴纳当月的增值税 只有这种情况 我们用以交税金来表示 那么还有两个叫转出未交增值税和转出多交增值税 如果你应交增值税的代方余额 我们要转出什么未交增值税 借方余额转出多交增值税 后边我还会再给大家提示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是减免税额 还有一个出口货物免抵退货 涉移到出口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 那么剩下有一个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其实一个是浪费的名额 一个是名额 这块内容的因为我们住块教材写的不细 我就不给大家再展开讲了 如果你是考税务师 这块内容你是必须要回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进向税额什么转出 也就是说您前面抵扣了进向税额 后边又发现你不能抵扣进向税额时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十个明细我给大家说了 十个专栏我也给大家说了 那么下边我们详细的介绍这些内容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说完了 那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他的科目就简单 他是应交税费 下边介绍三个应交增值税 拽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所以小规模还是比较简单的 他有专栏吗 没有 他分进向肖像吗 不分 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购销业务的会计处理 我没有给大家网宽的拓 我觉得增值税这块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重点 我感觉你只要把说的立体弄会了 我觉得就差不多 那下边我们看立9-1 某工业生产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那就说明有进向和肖像之分 本期从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不动产 慢点 既然说不动产 那一定是六四开 也就说60%作为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而40%作为应交税费 代替扣进向税额 这是大家马上要能反映出来的 我们接着往后看 按固定资产核算 工业协费购置该项不定产 共支付价款和相关税费是8000万 其中含增值税330万 根据现行制度规定做如下账户处理 贷银行存款8000万没问题 然后您330万的60%198万记住进向水额 你330万的40%132万记住代替扣进向水额 剩下的既固定资产7670万元 完了吗 理论上来说就已经完事了 但是我想稍微给大家往后补一下 假如说啊 我是2018年1月取得的这个固定资产 我就在1月份抵扣了一个330的60% 我把330的40%作为代替扣进向水额 那么到了2019年1月 也就是说你认证之后的第13个月 那么我们要把这代替扣进向水额132万给它灭了 那就是代方应交税费代替扣进向水额132万 这方是什么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向水额 给它这回争名为进向水额 这就是这块内容 我举个例子 别不知道13个月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看小标题3 小规模纳税企业 它没有进向肖像值分 所以它用的是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将来它主要用的是应交税费横杠 应交增值税 不分肖像进向 它能抵扣进向吗 不能 我们看一下利息就高二 某工业企业核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本期购注原材料 按照增值税专用发表著名的原材料价款是100万 支付的增值税17万 有人说老师他不能抵扣 他这为什么给他还开增值税专用发表 你听好了 你把东西卖给小规模纳税人 即使你给他开了专票 他也不能抵扣 那张专票糟蹋了 所以我们一般规定 你给小规模纳税人销售 一般开普通发票 他说开专票 甭理他 专票的100万是不含税的 那含税就应该是117万 所以借原材料117万就有了 往下看 企业开出成对的商业回票 不用再往后说了吧 带应付票据117万 没了 接着往下说 该企业本期销售产品 销售价格总额为90万 含税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款未收 适用的增值税 征收率为3% 90万是含税的 那要不含税的时候就是90万除以一加3%等于873786 然后用这不含税的价格乘以3%的征收率就能得到增值税 结论是什么 借应收账款90万 带收入并不是90万 而是除以一加3%之后的不含税的价格873786 到底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有进向销向之分吗 没有 所以上边不体现进向 下边不用写销向税额 这是标题三 那么标题四是仕同销售 所谓的仕同销售 一定是你自己或委托生产的货物 这东西都干什么的 都打算卖的 现在没卖 但是这个东西弄没了 我们就叫仕同销售 所谓的仕同销售 我就再告诉你 你一定要做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向税额 我不论你确不确认收入 只要你这有销向税额一产生 但是这个东西又不是卖了 就叫仕同销售 销向税额用谁来成 用成本吗 不是 一定要用寄税价格或者公允价值来乘以什么 税率 那么将来大家会发现 这个仕同销售呀 有两类 一类可能确认收入 一类可能不确认收入 我不论你确认不确认 只要你贷方有销向税额 借方又不是收到钱 又不是卖了 那就叫仕同销售 我说清楚了吧 好 不确认收入的 比如说对外捐资 那我可能就借 赢一败之初 贷库存商品什么价来着 成本价 不确认收入的带的是 库存商品成本价 而带的销向税额一定是什么 寄税价格 当然还有市场推广 样品 我们寄销售费用 支付的交集应酬费 寄管理费用 这也叫始统销售 确认收入了吗 没有 第二个 还有一种确认收入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说的非同控 同控的这种情况除外 因为同控永远是以账面价值来几两 所以我们做的分路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可能是非同控 可能是我们不形成控股合并形成的长头 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以公允价值几两 相当于我把我手里的东西以公允价值卖了 所以带主营业务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消向税额 我还是那句话 你确认不确认收入 我不管 只要你这确认消向税额了 你的东西又不是卖了 就叫适同销售 跟他类似的 还有应付职工薪酬 还有应付什么 不利 只不过你上边要确认收入了 下边应该截转什么成本 欧了 没了 所以适同销售 一定要记住两句话 第一他没卖 第二他确认了消向 有可能确认收入 有可能不确认收入 把握原理就可以 这是第四个 那么我们看第五个 进项税额不遇抵扣的情况 其抵扣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况 啥意思 我们税法有个基本的规定 也就是您后边能产生销项税额的时候 你前边买进来的东西才能抵扣进项 这是一个不成本的规矩 一定有销项 我们才有进项 比如说我买进来的原材料 可以抵扣进项吗 可以 但是因为我后边卖产品时会有销项 按照征职税有关规定 一般纳神构金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那么当然服务呀 无形资产呀 不动产 这三项是应改增之后纳进来的 用于减一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减一计税适用的征收率 比如说3% 有销项吗 没有 或者是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 没有征增值税有销项吗 没有 或者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那么这时候有销项目 我买进来的鸡腿让您给吃了 我确认销项目 不确认 在这些情况下 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也就说将来你有进项税额 不能自立门户 要给我夹在原材料里边 而不能通过应交水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核算 我相信这很简单 后边有销项 您前边还能抵扣进项 第二个 我买进来的时候 确实我认为能卖能产生销项 那我自然就抵扣了 比如说我买了一批材料 假如说这批材料呀 一百吧 然后税率是17% 那么我告诉你 这批材料呀 我就是打算加工成产品 网出卖的 那这时候产品是不是会产生销项呀 那么会呀 这时候我进项税额能不能抵扣 可以 那我就会做借原材料100万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7万 比如说我给钱了贷方银行存款117万 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好 没问题 但是呢 后来我这批材料呀 因为管理不善 可能被弄丢了 丢了还能生产商品吗 不能 丢了还能产生销项吗 不能 那对不起 您原来认为您能产生销项时 您给我抵扣了进项水果 而现在您的东西不能产生销项税额 您给弄丢了 那是不是第一告诉我你的原材料少了 那我就会带原材料多出来的100万 我还会带什么 我还会把你曾经抵扣的进项水额 给他做进项水额 转出时期 借方式带处理财产损益 多少钱来着 117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吗 如果你拿不着你认为能抵扣进项的 你就先给我做进项 将来哪天抵扣不了 再给我做进项水果转出 除了带处理财产损益这种情况之外 像应付职工薪酬 我从外边买来的东西 我可能做了借库存商品 迹象水额 带银行送馆 我后边发给职工了 不可能产生销项的时 我可能就要做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库存商品 带进项水果转出 所以进项水额转出 一定是你原来认为你可以抵扣 已经记住了进项水额 后来你发现你抵扣不了 那对不起 你给我做进项水额转出 这是第二 不二三 一般纳稳购计是以全额抵抵 进项水额的货物和服务等 转用于不动产再建工程的 其抵扣进项水额的40% 应于转用当期转出 这是啥意思 是正的意思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这个单位啊 生产预制构建的 也就是生产一些粮呀 把呀 柱呀 一类的东西 我买什么了 假如说我买水泥了 这水泥当时是说用于什么 用于生产这些构建 然后直接卖出去 大家想一想 我要生产构建了之后 直接卖出去 那可是产品 产品能产生肖像吗 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直接就应该把 进项水额抵扣了 就应该是借原材料100万 那么借方就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水额17万 带方银行存款110起 那么实际上大家注意 带方银行存款117 假如说全付款了 如果没有全付款 那是不是带应付账款啊 这是我认为我生产的水泥是生产预制构价的 然后我加工完产品直接卖出去 直接产生肖像 这边进项抵扣 但是呢 我现在边挂了 这批水泥呢 因为我买的时候 全额抵扣了进项水额 但是我告诉你 后来我编挂了 这批水泥用于什么 我自己的厂房建设 咱们说过 跟不动产沾边的进项水额 当期只能抵扣百分之几十啊 六十 剩余的百分之四十 叫带抵扣进项水额 那你就把进项水额的17万里边 给我摘出来 百分之四十 那就是借应交税费 带抵扣进项水额 十七万的百分之四十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水额转出 等够了第十三个月 你再把这笔分路 给我做成反向 再转回来 借进项水额 带抵扣进项水额 所以大家记住 这种情况讲的是 你全额抵扣了 后来又跟不动产粘边了 把你进项水额给我摘出百分之四十 放在带抵扣进项水额里边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种情况 那么第四种 原不得抵扣 且未抵扣进项水额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么因为改变用途的 用于允许抵扣进项水额的应税项目 应当在改变用途的什么 四月 调整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便调整后的账面价值 计题折旧或谈销 比如说我买了个固定资产 它不是用于生产经营 也不可能产生肖像 那么这时我就没抵扣进项 我可能做的分路是什么 就是借固定资产 比如说一百一十七 带银行存款夺出来的一百一十七 但是后来我这个十七万的进项水额 是不是当时认为不能抵扣 后来他又能抵扣了 那对不起 你要能抵扣 把十七万 是不是从固定资产里边摘出来啊 可能涉及到借进项水额十七万 带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十七万 是不是摘完之后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还剩多少 就还剩一百万了 这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例九杠三 某工业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本期购入一批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表著名的增值税 税额20.4 材料价款一百二十万 材料已经入库 货款已经支付 那么你不是买材料了吗 看看怎么做的 借原材料一百二十万 借进项水额二十万零四千 贷银行总管一百四十万零四千 当你将来发给职工的时候 你现在不是全部发放 用于职工福利吗 那么把原材料的一百二十万 消掉 然后 如果发给职工了 后边还能产生销项吗 不能 您前边的进项是不能抵扣的 要给我做进项水额转出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水额转出 二十万零四千 借应付职工薪酬 一百四十万零四千 还有别的做法吗 还有别的做法 比如说 我当时就知道 我这个东西是要发给职工的 那我干脆就不抵扣了 不抵扣怎么做 我就做借原材料 一百四十万零四千 我给你简写 带银行存款 一百四十万零四千 我现在抵扣进项了吗 没有 那后边用作进项 主要转出吗 不用 等我发放的时候 我就应该做借应付职工什么 薪酬一百四十万零四千 带方式原材料 一百四十点四百元 没了 前边没有做进项 后边也不用做进项水额转出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 那么在这多说一句话 您的材料入库之后 如果这批材料用于建造办公楼 办公楼 你告诉我办公楼是什么厂 不动厂 比如说你买材料时 借一百二十万 进项水额二十万零四千 带银行存款一百四十万零四千 您现在跟不动产沾边了 是不是要把二十万零四千的进项水额 摘出来百分之几十 四十 放在哪 带底扣进项水额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要是借应交税费 带底扣进项水额二十万零四千的 百分之四十 带方 您从进项水额里边往出摘数 自然就会有进项水额什么 转出二十万零四千的百分之四十 当然到了第十三个月 您允许底扣的时候 给我把带底扣进项水额二十万零四千 消掉 给我改名叫什么 进项水额 同时你工程领用材料的时候 你就领用借在建工程一百二 带原材料一百二 发现了吗 这就是前边全额抵扣了 后来又跟工程摘边了 把全额抵扣的进项水摘出来 百分之四十放在带底扣里边 将来哪个月能抵扣 第十三个月 我再给他放了进项水额 把带底扣消掉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没问题 这是第五个 那么第六个是我们所说的 差额征税的会计处理 差额征税基本上都是盈改增 而引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差额征税 也就说我先从消费者那全额收到钱 但是这个钱呀 不会全给我一个人 因为服务可能是两家提供的 我要拿出一部分钱 给我另外一家 那这次对于我来说 我只挣的是差额 那么我交税时只按差额交税 但取决于您会计处理如何做 我们看一下 差额征税的是有两种 一种叫总额法 一种叫净额法 先说一般大神 所谓的总额法是 我收您100万 然后我再给出去60万 那么将来我100万对应的增值税 我全部确认肖项 但是你想一下 实际上我收到100万 给出去60万 我是不是只有40万确认肖项 而您现在按100万确认肖项 是不是可以认为你的肖项 确认的怎么了 多了 那我要冲掉多少 冲掉给出你60万对应的肖项 冲减掉这60万对应的肖项时 我就要冲减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低减 100万我全额确认了 我冲减掉60万 我是不是还等于40万的差额确认的 没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叫净额法 我直接确认肖项的时候 就是用100减60之后的差 我确认肖项税额 如果是这么确认 还用冲减吗 不用 这两种方法最后影响 我应该交的增值税 一分钱都不影响 你确认100再冲掉60 跟你直接确认40 不是没区别吗 而如果是小规模大使人 我们实际减少肖项税额时 也是冲减应交税费 应交什么增值税 我们看一个利久刚四 这是净额法 所谓的净额法 就是在我这确认肖项税额时 就是用总额减去给您之后的净额来确认 我们看一下 某客运厂战为增值是一般大神 为客运公司提供客运组织 售票 减票 发车 什么月费结算等服务 该节采用差额征税的方法 以及取得的全部价况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给城运方 运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我在这边懒活 但我不运输 将来您运输 我要给您钱 本期该节向旅客收取车票费 一共是53万 然后应向客运公司支付47万7千 剩下的53万 当中剩下的5万是销售额 3000为销项税额 那将来我确认收入时 我一定只带主营业务收入5万 我一定是只带销项税额 5万对营的税率6% 应改增这部分税率是6% 是3000 把该给别人的 我直接确认为应付账款47万7千 借方是什么 我实实在在收到的钱 没发现吗 您的销项税额 就是按您剩下的5万的6% 确认的还用不用低减 不用 这叫净额法 那么例9-5是一种总额法 您全额确认销项 然后您在底调一部分销项 剩下的是您自己的销项 我们看一下 某旅游企业为增值税一般 选择差额征税的方法 该企业本期向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的含税价款53万 含增值税3万 那就说明不含税的收入是多少来着 50万 这50万都是你的吗 不是 看看他怎么做 应支付给其他阶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 和其他相关单位的相关费用是42万4千 我们经常知道有地赔 我在北京组织旅游团 然后直接把旅客发在你那是地赔来组织 陪同这些旅客旅游 是不是我要给地赔的钱呀 好 其中因允许扣除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24000 这24000应该是谁应该是地赔那个单位来交 我们看看他怎么做 我先不管给地赔多时间 我借银行存款53万 带主营业务收入50万 取完额一分钱都没扣 带肖项税额3万 可是大家想一想 您全额确认收入 全额确认了销项 可是实际您最终能得的钱 只是差额对应的销项税额 是不是您确认多了 他就把应该给地赔的钱 确认为主营业务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是40万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低减24000 那么带应付账款42万4千 我想问大家一下 真真正正属于他的钱是多少 如果不考虑增值税 他收了50万拿出去40万 真正属于他的钱应该是10万 10万增值税税率应该是百分之几 百分之六 那就应该他应该交增值税是6000 可是他这确认的销项税额是3万 不是6000 那就多了呗 再充减掉一个24000 你看3万充减掉24000 是不是得到他应该交的增值税还是多少 6000 这叫总额法 没有什么难度 这是第六个 那么第七个是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听好了 如果你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最后出现的是贷方余额贷方 负债在贷方是什么 真的负债 这就是你实实在在应该交的税 但是在交税之前 我们要把这贷方余额反向给他转到借方 那就是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我不是说了吗 在贷方是你实实在在应该交的税 所以是你的未交增值税 大家琢磨一下 本来你的余额在贷方可能是销项减项的差额会出现一个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贷方 你现在转到借方去 是不是有个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不看专栏的话 是不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月末就变成零了 转到哪去了 转到应交税费横杠未交增值税 这是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要交的税 这回明白了吧 应交增值税每个月必须反向接转给他接平 转到未交增值税里边去 等你下个月交税的时候 就把这未交增值税 因为是负债的科目吗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什么 贷一行松垮 没了 这就是第一个 那么如果我月份中疗企业计算出当月多交的增值税 也就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现借方余额 那对不起 我要把应交增值税给他充减掉 那就给他反向转到贷方 带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先别看专栏 你告诉我 我这么一反向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还有余额吗 没了 转出多交增值税 借方是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反映一下 应交税费要是负债类科目在借方表示啥呀 减少 此时横杠未交增值税的余额是负的 负的用交税吗 不用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 那么括号八 交纳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交纳增值税 如果当月交纳当月的增值税 对一般纳税而言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那有人说这还不简单呀 不是应交税费横杠未交增值税 听好了我们国家有个不成分的规矩 一般企业来说是一个月算一次增值税 大家想一想 你要一个月算一次增值税 你的增值税是不可能提前算出来的 我正说你承认吧 那就说我只能是一月份完了到二月一号 我算一月份的增值税 是不是就形成了 我是第二个月交上个月的增值税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用的是应交税费横杠未交增值税 也就意味着我前面讲的是大部分企业 都是一月份完了二月份算税时 交的时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带银行送款 但是我们有一些极特殊的大型企业 国家不允许他一个月算一次税 那国家让他多长时间算一次税 比如说十天算一次或者半个月算一次 假如说十天算一次税 一月一号到十号 到了十号他要算税 那是不是顶多十一二号 他就把一到十号的税交了 这叫当月交纳当月的 是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以交税金 带银行送款 如果你是下个月交纳上个月的 只能给我借应交税费横杠未交增值税 这一定是当月交纳当月的一个月分好几次交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 如果是小规模那人就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他只是没有专栏 带银行送款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当月交纳当月的增值税 那么第二个 企业预交增值税 实际这是由影改增而引起的 比如说你销售不动产 我还没有确认收入 我还没有完工 但是国家就让我按5%的预收款 交一部分增值税 那这是带银行送款 没问题 然后借应交税费横杠 预交增值税 预交增值税 那么将来到了月末的时候 我就把这应交税费横杠 预交增值税给他反向转销掉 借帮记什么 应交税费横杠 未交增值税 大家琢磨一下 实际这横杠未交增值税 是我实实在在 我要拿出去的是真金白银 对吧 将来我横杠未交增值税 有多少余额 我就要交给国家多少税 但因为我现在预缴了一部分 是不是本来我应该交给国家100万 我这预缴了10万 我应该交给国家90万 是不是我未交增值税就减少了 所以转到横杠未交增值税里边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的账户处理 那么下边我们看一下利九纲六 这个利九纲六呀 这道题出的有点不好 你要记住 它是两个房地产项目 比如说1727 它是在介绍两个 我们看一下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水 企业2017年5月预售房地产项目收取的总价款是1410 该项目预计2018年9月交房 企业按照5%的预争率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什么税款 这是比如说可以把它理解为17或27都可以 借银行存款1410万元 贷什么预收账款1410 您不占1410的5%预交增值税吗 那就会借应交税费横杠预交增值税705000 贷银行存款705000 多问一句话 您这有横杠预交增值税的借方到月末 一定给他转到贷方 那就是贷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705000 借方写什么 借方写应交税费横杠未交增值税705000 是一定在月末写吗 我们通常一般都会在月末发生 如果你在月末没有发生纳税义务 我们不做这笔分路 什么时候发生纳税义务 什么时做这笔业务的什么 结准 后边这笔是另外一笔业务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另一期的什么 房地产 当月 该企业将购房者交付其认购的 另一个房地产项目 说明跟上边是一回事吗 不是 交房项目的总价款是2265万元 其中肖项税额165以预交113.25万元 购房者已于2016年期预交了房款 并且该钱预交了增值税 是不是意味这113.25 您曾经做过一个借应交税费横杠 预交增值税113.25 大银行松款 这么说没问题吧 好 您现在总价款不是2265 肖项税额是165吗 我们看一下分路 您原来收钱叫预收 现在因为你已经正式确认肖项了 就给我借预收账款265 带主营业务收入2100万 带肖项税额165 有人问这个2100万哪来的 你看你一共预收了2265 肖项税额165 一几不就是收入是2100万吗 这是一个 另外大家别忘了一件事 您这全额确认了什么 全额确认了肖项税额165 但是实际上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我有113.25已经交过了 您现在不是发生了纳粹义务吗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先补一下前面的分路 在您预交增值税之后 发生纳粹义务的时候 您是不是曾经把这113.25 给我写成代应交税费 横杠预交增值税 原来是借应交税费 横杠预交增值税 代应用存款吗 现在反向写的代方 那么借应交税费 横杠未交增值税 是不是未交增值税 我实实在在应该拿出去的钱 现在我拿出去的钱就应该是什么 减少了 所以我将来确认收入的时候 未交增值税 我就给他转到代方 代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借方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交向税额 这就是你看 实际上未交跟未交 这俩实际上正好是一借什么 一代 一借一代 那么大家看一下 你是113.25 然后代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113.25 代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113.25 你把这个113.25 你把这个113.25 给他写出来 你看113.25 一借一代 是不是这块内容 对未交增值税 没有丝毫的影响 我这么说 你承认吧 另外 你是全额确认了 肖像税额165 我这充减掉113.25 是不是我的肖像税额 正好是我还没有确认的什么 肖像税额 这块内容 回去大家多琢磨两遍 一琢磨 慢慢的就能琢磨会了 我今年在去年基础上 给大家补了这么两笔分路 可能更好理解一点 这是我们第八个 那么第九个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 为优费 抵减增值税额的快捷处理 这块内容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购进增值税税控系统的专用设备 无论是一般纳税也好 还是小规模纳税也好 都有这个优惠 初次购买的时候 借固定资产 比如说117 但银行总管或应付账款 117 将来我按规定 抵减增值税额纳税额的时候 就会借应交税费应交增税 所以这就会有一个减免税额的专栏 那么带什么 比如说充减管理费用 当然可以全额充减 而小规模纳人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带方 他是管理费用一样 只不过小规模后边是没有专栏的 这是购入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如果发生技术维护费 您发生的时候全额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 将来您抵减的时候 也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减免税额 带管理费用 小规模只是没有专栏 也是充减什么 管理费用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税控系统和技术专业维护费 实际讲到现在 我给大家把增值税相关处理 包括前面几个流动负债的科目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